嗨 大家好 很久沒拍過妝容分享的影片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眼鏡的妝容 今天也看到我戴了一副眼鏡 因為最近很開心跟一間眼鏡公司合作 這間公司名叫做Vermoo 其實它們是一個在網上 你可以在網上選擇你的眼鏡 選擇你的倒數 或者選擇你的什麼風格 或者是你想那個鏡片有太陽曬下來的時候 會變成像太陽眼鏡一樣 還是正常款的 你也可以選擇 當它這次送了這副眼鏡來的時候 裡面除了有副眼鏡 有個眼鏡布 它也送了這些這麼小的零件 就是它有小螺絲 你就可以掛在你的鎖匙 或者在任何地方 隨時隨地 當你這副眼鏡鬆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刻在調整它 嗨 回來了 剛剛上了底妝 不過還沒塗任何的遮瑕 所以現在就輪到遮瑕 因為最近轉天氣 開始有點乾 會出一些 可能一些粒粒 或者一些暗粒 這樣 還有一些暗瘡印 也要遮一遮它 好啦 遮瑕也 遮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就開始上碎粉了 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用透明色的碎粉 暫時我都一直用這個碎粉 我也覺得蠻好用的 那我就大約會倒這麼多出來 然後就用一個掃 弄開它們 然後就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都會在床上化妝 因為我發現其實不是很多人都會有自己的化妝桌 可能是因為空間的問題 又或者是可能是預算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床上化妝也挺舒服的 因為有夠軟的 我覺得OK 沒什麼問題 可能是插了一塊大鏡 不過我覺得在 這塊鏡子我在Daiso買的也很便宜 這樣拿著它上手 其實化妝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通常我化妝要很專心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的頻道好像沒出過 一邊化妝一邊說話 對著鏡頭說話的影片 就覺得 既然這麼久都出一條化妝片 不如試一下不同的東西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會去到 眼妝的部分 眼妝方面 我就會用 Colourpop的這個 Dream Straight的這個 來化妝 我最近也很經常用它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 日常生活妝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首先我會用這個 Mesha的Colorfix Eye Primer 這個 我打開是這樣的 這樣的 我想應該是直接敲在眼裡 可以吧 好 拿一塊鏡子 手會整開它們 做開了之後 會發現眼皮 皮膚變得很Smooth 現在 好 等我現在試完上色 看看效果會是怎樣 不行了 因為我最後還是覺得 越來越曬到那個位 所以我也是 轉個位好一點 好 剛才說到眼妝方面 首先我會用一個 上了Primer 我現在就會用 一個比較淺的啡色 塗完整個眼蓋 先 而且由於我們今天做的是眼鏡妝容 所以我都會 注重在心碎度方面 用裡面的這個 深啡色去 眼眉的位置 去加深啡色 好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個 閃粉 然後再在上面蓋一層 其實我覺得 Colourpop 它們出的閃粉 都做得很出色 去到下眼線的部分 我會用 BYS的 眼影粉 我會選它裡面 這個拖肥的顏色 可以說是 我會用這個顏色 來做一個BASE 然後再用一個 深啡色的眼線筆 再畫內眼線的部分 不過通常內眼線 我都會只是畫眼頭 然後我會用 裡面的這個 香檳金的顏色 也是會做一個 臥蠶 然後通常我都會這樣 嗯 笑一笑 就有一個臥蠶位 我就會在這個臥蠶位 填滿它 然後 然後呢 為了令到我顏色看下去 再突出一點 我就會再選擇 剛才的淺啡色 然後就會在 剛剛的閃粉下面 這個位置 再加深它 同樣也是會用這樣 一點點 然後在這個位置加深的 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首先呢 我就用了 NATURAL REPUBLIC的這個 眼線筆 來做一個內眼線 先的 那我今天呢 就用這個 深啡色來做一個 內眼線的 描繪的 那我就會用1028的眼線液 來畫一條 外眼線的 然後呢 再用剛才那支 NATURAL REPUBLIC的眼線筆 畫在 下面眼頭的部分 就是很適合的 那眉毛呢 好像已經有個形狀了 那我們就可以沿著 眉毛畫下去就可以了 沒什麼技巧的 然後去到眉頭那方面 我就把筆是這樣向上畫 如果去到尾的時候 你可以向下畫又或者是畫平的 看看你自己可能喜歡的風格是怎樣 你喜歡韓式的屏眉 還是你喜歡有一點弧度 都可以的 都是隨便你的 你會看到如果我在這個位置 這樣向上的時候 你會看到毛會暑起 其實這樣看下去 人們會覺得你的眉毛是 看下去比較真一點 自然一點 就不會覺得整個眉毛都是畫出來的效果 那我就會用這個KATE的眉粉 它也可以用鼻影的 通常我會用這兩格 來做一個鼻影的打陰影 然後我會特別注重在這兩個部分 因為這樣看下去的鼻子 是會直一點的 在這個位置 加重的話 然後下面這個位置也要加 打完鼻影的一名之後 我就會想 胭脂了 那今天的胭脂呢 我會選了 H-HOC的這個胭脂 它的胭脂是OR203 就是這樣 差不多 然後倒上臉的bronzer 那我就會在 做這個位置 然後做一個形狀出來 那你會看得出 這一邊是會 收了的 那這邊就做了 那呢 就變成這樣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上一個highlight 那因為我自己就 沒有買到highlight的 那所以我就用了colourpop的這個 all I see is magic的 這個palette 那它裡面呢 全部都是閃粉的東西 那我就會選擇 其中的這個白色的閃粉 做我的打亮的 那我就會蘸一些閃粉 那我塗在我這個眉咳的位置 那通常呢 額頭我就不會再做打亮的了 那因為 有時候出了油之後呢 我就不想打亮再加上出油 那麼誇張 那整個額頭都是油 那我就會 油它自然這樣 因為剛才都打了陰影了 那自然這一邊 其實這一塊都會是光了 那接下來呢 就用這個NYX的唇筆 那畫厚了之後呢 大約就是會變成這樣 那接著呢 我就會用這個Loreal的 235號的 裸色唇膏 那如果有時候你是不喜歡 咀是這麼裸色的話呢 那其實你也可以再加一點點 顏色在 嘴的中間 那接下來呢 我就用這個 Revlon的 240 唇膏 這樣就夠了 然後就 再這樣做幾下 那整個嘴看下去很自然 哈哈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妝容的分享 那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按下下面的網址去去他們的網站 可以按下他們的眼鏡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